下面是与Google工程总监Rajad Nanga的对话,他领导着TensorFlow团队,TensorFlow是一个开源库,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深度学习工作的核心,并且在基于学习的方法的前沿研究和大规模应用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它正在迅速成为更多元化的生态系统,围在云端,手机上,浏览器中以及通用和专用硬件上部署机器学习提供工具,包括GPU等等。 此外,重点是发展一个充满激情的开发人员社区,Rajad,Jeff Dean以及Google Brain的一个庞大团队,正在努力定义以TensorFlow2.0为核心的机器学习的未来,该版本目前处于Alpha版,我认为将TensorFlow开源的决定是科技行业的一个明确时刻,它表明开放式创新可以取得成功,并激励许多公司开源他们的代码,发布并普遍参与开放性思想交流。 这次对话是人工智能播客系列的一部分,如果你喜欢,请通过订阅我的YouTube或iTunes频道,或直接在Twitter上关注我,Atlax Freedman拼写为Fridy。 下面是我与Rajad Nanga的对话,您从2011年Google Brain成立时就参与其中,与Jeff Dean一起,他始于将专有的机器学习库转化为2014年开源的TensorFlow库。 那时候Google Brain的初期阶段是什么样子的?目标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一旦面前有这么多可能性,您要如何继续前进呢?那时候是有趣的,您知道当我刚开始,或者只是谈论深度学习时,这个想法很有趣和吸引人,在某些方面,它还没有起飞,但它有一些向我们展示了一些非常有前途和早期的成果。 我认为Andrew和Jeff当初的想法其实是,如果我们能将研究中,人们正在做的事情扩展到Google所拥有的规模,将会怎样?计算能力和将那种数据放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到目前为止的结果是,如果你扩大计算规模,扩大数据规模,模型效果会更好,那么这可行吗?在最开始的一两年里,我们能否证明这一点并消除怀疑,我们开始的第一年,取得了一些早期胜利,这总是很棒的。 其中一件事是语音识别,我们与语音研究团队紧密合作,他们也对此感兴趣。另一个是关于图像的,在那里,我们推出了猫论文,被许多人关注,而Google Brain的诞生就是基于神经网络的。 在规模方面,这个项目的梦想是什么?这个开源的TensorFlow社区会不会加入进来?会不会有TPU的概念?是不是整个公司都会走向机器学习的方向? 我认为是这样的,回想起2012年或2011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扩大规模,一年左右后,我们已经开始将它扩展到数百或数千台机器。 事实上,我们甚至有一些运行时,能够运行在一万台机器上,并且,所有这些都展示了机器学习的巨大潜力。 好处是,Google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是新的,但我们扩大规模后,几乎可以确定这是可能的,并且,它将影响许多领域。 我们开始看到,真正需要使用这个技术的产品,比如最早的语音识别,还有照片识别等等。 随着时间推移,学术界也开始关注深度学习,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到了2014年,我们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它不仅会在内部增长,同时,也会在外部增长。 是的,可能谷歌比其他公司更领先,但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开始让这一切有意义并联系起来,于是决定开源。 我与Chris Flatner聊过这个问题,决定开源带来了很多好处,对我个人来说,这似乎是软件工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我认为当像谷歌这样的大公司决定采用一个可能涉及很多知识产权的大型项目,并决定将其开源,从而引领整个世界,表明开放时创新是非常强大的。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 你还记得当时讨论开源是否应该发生的情况吗?那是什么感觉?我认为,最初的想法来自于杰夫,他是这个事情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他认为,此举基于两件事情,一是研究组的研究成果,我们把所有的研究成果公开,如果你想要,我们也会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并希望推动技术前沿的发展,其中一部分就是分享这些研究成果。 我认为,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之所以发展得如此之快,就是因为有大量的研究公开并分享了出来。 第二个方面则是软件层面,谷歌已经完成了许多我们内部使用的软件,我们经常发布论文,有一些开源项目也是由此而来的,其他人阅读我们的论文并将其实现,他们非常成功。 当时,像Hydroop这样的东西,就是建立在我们的技术基础上的,我们知道我们所建立的技术在许多不同方面都更好,我们投入了很多努力,事实证明,我们现在拥有Google云,我们现在不仅仅提供我们的技术,而是说,好吧,我们有Bigtable,这被认为是没有什么,我们现在将在其上提供HBAFE API,虽然并不是那么好,但这是每个人都习惯的。 所以,我们可以制作出更好的东西,真正提供帮助社区的方式,但它也有助于推动良好标准的前进。 那么,云计算如何适应这一策略,有一个张亮流开源库,您如何利用Google提供的众多资源和云的事实来发挥其作用。 张亮流本身是开放的,您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它,对于Google云,我们确保与所有其他事物都有很多集成,并且我们希望确保它在那里运行得非常非常好。 那么,关于张亮流项目的历史和时间线,您离开了张亮流项目吗?哪些是主要的设计决策,例如开源决策,但实际上您知道包括什么和不包括什么? 我想谈谈这个难以置信的生态系统,有所有这些部分,但如果您只是一些定义TensorFlow最终通过其经历的样本时刻,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历史,因为在深度学习中,一切都如此迅速,仅几年时间已经成为历史。 是的,回顾起来,我们正在构建张亮流,我想我们在2014年夏天开始了这项工作,我猜想我们在2014年下半年的某个时候,大约三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决定,好吧,有很高的可能性,我们会公开它,所以我们开始考虑这个,并确保我们在那个方向上前进。 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Google的许多不同用力,如果您想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运行,是的,我们需要支持不同种类的硬件,那个时候我们有GPU,然后我们也拥有第一个TPU,那个时候ER即将推出,所以设计方案也包括了这些,我们已经开始在移动设备上推进。 所以,我们正在手机上运行模型,并且人们正在定制Code,因此我们希望TensorFlow也可以支持,这就成为了整个设计的一部分。 当您说移动设备时,您是指在手机上运行相当复杂的算法,对吗?是的,所以,您有一个模型可以部署到手机上并在其中运行,当时确实有在手机上运行机器学习的想法,那是正确的,到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产品,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基本上使用定制的手工代码或一些内部库。 那时候,我实际上在Google,与此同时,我在大学里也在使用Piano和Cafe,是的,我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在查看Cafe提供了什么,以及Ciano提供了什么,您希望确保您正在交付任何东西都满足需求。 可能Python部分影响了某些设计决策,完全正确,当我们构建Believe时,有些是与一些这些库同时进行的,我的意思是Ciano本身是比较旧的,但我们构建Believe是专注于我们的内部事情,因为我们的系统在那个时候非常不同。 当我们进行这项工作时,我们看了很多现有的库,例如Ciano,团队中有经验的Torch和Leo等等,这里也有人见过Cafe,而且阳城也在这里。 我想我们当时还看了许多其他的东西,甚至可能当时看了China,我试图回想一下,我们是否讨论了一些想法,我们是否有一个图形,他们都是如此支持的。 所有这些东西在一起,肯定是关键决定。 我们想要的是,我们先前的限制有所不同,一些是研究方面发展得太快,我们需要灵活性,我们需要硬件也在快速变化。 我们希望能够改变这些,这可能是其中两个原因,我认为灵活性方面,能够表达各种疯狂的想法,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转向TensorFlow 2.0时,有没有图形这个问题,现在默认情况下是急切执行,所以,有点隐藏了图形。 因为这样对人们的开发方式不是很直观,但在使用图形方面的讨论中,Ciano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选择。 我想这个想法来自于我们的信仰,也有一个类似图形的东西,但更简单,它不是一个通用的图形,更像是一条直线,你知道,更像是那种咖啡馆里的东西。 但是,我们一直关注着生产方面的东西,即使是在disbelief中,我们也在生产中部署了大量的东西,因此,图形就是从那里来的,我们考虑是否应该在Python中使用它,并尝试了一些想法,看起来使用它要简单得多,但是没有图形怎么部署,这可能是触发我们的平衡的原因。 最终我们采用了图形,我的问题是,你是否预计到有成千上万,甚至是4100万次下载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我们确实从研究的角度看到了这种需求,以及早期深度学习的一些东西,是的,4100万次下载,确实是可能的。 我认为,我当时并没有想象到这个数字,但似乎有一个潜在的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做这件事,我们如何实现这样的增长呢? 我想,当深度学习开始开源后,我可能开始看到一些迹象,因为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深度学习的增长速度正在迅速加快,而我们正处于推动和利用这种增长的最佳位置, 为人们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开源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你记得那段时间吗?我知道现在有非常好的文档,工具生态系统以及社区,现在有一个YouTube频道,非常非常注重社区的驱动力,当时0.1版本是我认为,我们称之为2.65的版本,所以,到1.0版本前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有趣的是,我认为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当我们开始推出我们的工具包时,人们非常喜欢我们的文档,因为它是比所有其他学术项目都高了一个台阶,因为所有其他的都只是学术研究,没有考虑文档。 我认为这个变化是,不是深度学习只是一个研究的东西,一些只是开发人员的人,现在可以拿出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而以前,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机器学习,这真的改变了事情开始以某种方式扩展,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推动它。 我们看到如何稳定事情,我们不只是看研究人员,我们希望稳定性和那些应用它的人,这就是我们开始为Minato进行规划的原因,因此,文档再次出现,设计更多的东西来整合它。 所以,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想要购买,并真正支持它时,这非常令人兴奋。 我认为,初始版本发布后不久,企业采用率也开始快速增长,最初的版本主要吸引了研究人员和一些早期感兴趣的爱好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企业开始使用,我猜在1.0版本之前,所有东西都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企业需要一个稳定的系统。 对于TensorFlow来说,随着深度学习这个领域的不断变化,它也在快速成长,但你有没有感觉到它的稳定性? 虽然你现在正在其中,但企业用户可能还在使用三四年前的模型,incorporated option仍然被许多人使用。 这些人并不需要最新的性能或质量,他们只需要稳定可靠的工具。 所以,提供这种稳定性的价值非常高,但使其更加简单易用方面的努力,使得更多的人可以使用它。 此外,还有研究人员群体,他们希望探索更多的东西,超越原来的深度学习模型,探索RNN,GAN,Transformer等的组合,并结合强化学习等更多元化的技术。 这是一个不断推动前沿和突破界限的领域,但同时也还有大量已经存在的模型和算法非常稳定。 即使是两三年前的版本,也被很多人广泛使用,这部分也让整个TensorFlow更加易用。 我认为可能你能够纠正我,如果我说错了,最大的用力之一是将像RESNET50这样的东西进行一些迁移学习来解决你所面临的非常具体的问题。 这基本上可能是大多数人做的事情,你想让它尽可能的简单。 因此,我会说从业余爱好者的角度来看,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实际上,在手机上看到的应用程序等早期应用,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每个人都在谈论它,它的幻灯片看起来非常好,是虚拟演示的一部分。 企业真正想要的是他们拥有的数据,他们想要对其进行预测,这通常是那些正在进行ML的人所做的事情。 只是回归模型,线性回归,逻辑回归,线性模型或梯度增强数等等,其中一些仍然受益于深度学习,但它们并不是结构化数据的核心。 因此,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只是拥有非常大的数据集,深度学习可能会发挥出色。 而他们关心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在2.0或开发者峰会上设计的整个TensorFlow扩展部分,这是整个流程。 他们关心执行整个操作时的稳定性,他们需要整个操作的简单性。 所以,我不仅需要训练一个模型,我还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过程,我想知道你在多大程度上扮演了角色。 我不知道,所以,我教授一门深度学习课程,像律师这样的人会来找我,问机器学习什么时候会进入法律领域。 对于同样的事情,在各种领域,如移民保险中,机器学习通常也被使用。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公司通常都有点老派,他们组织每天的工作方式不够现代化,因此,数据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数字化。 如果你也发现,自己是一个教唆者,想要整理你们的数据,那么你就可以获得TensorFlow的巨大优势。 你会不断地讨论这些话题,我会收到各种问题,从我能做什么,我需要什么才能让他正常工作,到我们真的需要深度学习吗? 我已经用过线性模型了,这有什么帮助?我没有足够的数据,或者我想使用机器学习,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所以,我会一直从初学者到专家做出具体的回答。 最重要的是要数码化数据,无论你想自动化什么,无论你想基于什么日期做出预测,你都必须确保它是以有组织的方式存在的。 你提供的数据集越多,更多的预训练模型,你可能也会成为数据集的组织者。 我觉得我们刚刚发布的TensorFlow数据集肯定会受到欢迎。 人们希望这些数据集能够得到组织,使其更容易使用。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我常常告诉人们,不要想着用最新的模型去做最花哨的事情,而是让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先实现,然后再逐步改进它。 你可以在这里做很多事情。 对于TensorFlow来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革是Keras的出现。 我认为它使TensorFlow更加易于使用。 起初,Keras是建立在TensorFlow之上的,但后来它成为了TensorFlow的一部分。 您知道当Keras建议增加10个Sephalosia时,这是由社区最初推动的吗? 您知道是否有讨论或交流? Francis在加入Google之前就开始了Sheris项目。 第一件事是Tiana,我不记得那是在TensorFlow创建之后还是之前。 然后在某个时候,Ray in TensorFlow开始变得流行起来。 由于有足够的相似之处,它决定创建这个界面并将输入TensorFlow的后端。 我认为,这可能还是在它加入Google之前。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并不谈论它自己决定的事情。 它认为这很有趣,与社区有关。 实际上,我知道几个月之后,才发现它在Google,它正在研究一些研究思路, 并在它的夜间和周末项目中使用Teris进行处理。 所以,它不是TextureFlow的一部分。 它没有参与联合研究,它也是一个很棒的研究人员。 但某些时候,我们意识到它做得非常好,人们似乎喜欢这个API, 而且它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与它交谈。 它说,好吧,为什么我不过来和你们一起工作一个季度, 让我们让这个集成发生呢? 我们与它的经理交谈过。 它说,当然可以,我的季度很好,那个季度已经过去了两年左右, 所以Teris被深入地集成到TensorFlow中。 而且现在,在TensorFlow2.0中, Teris似乎是初学者与Tensify交互的推荐方式, 这使得初始的迁移学习或基本用力,甚至对于企业来说都变得非常简单, 这是正确的。 那么,那个决定是怎样的? 那似乎是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思考那个决定。 我们有一个API绑定在我们身边, 有一个平行的层次结构API, 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决定采用Teris, 因为我们认为它更符合实际需求。 我认为,我们当时在建立这个项目的时候, 决定同时开始做Teris。 所以,我们看了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想让它们尽可能相似, 共享所有这些内容, 也有其他三个API, 是其他人随着时间推移奏件的。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的API, 但社区一直反馈哪一个应该用, 并且他们不断看到, 这个模型应该使用这个API, 那个模型应该使用另一个API。 所以,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2.0版本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整个思路是你需要简化, 你必须基于我们的情况选择一个API, 所以,我们就看看人们最喜欢哪一个。 显然Teris是很受欢迎的, 有很多优点, 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它, 这种方法非常好。 因为带来的负担较少, 我觉得Kareem几乎成为TensorFlow的竞争对手, 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TensorFlow势力的一个强大元素。 很有趣的是, 你可以将两件事情结合起来, 它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 它们可以很好的协调。 我认为Francois和我的团队以及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已经交谈过, 我认为我们都希望看到同样的东西, 我们都关心让开发者的工作更容易, 这很重要, 像TensorFlow这样的巨大成功的开源项目, 需要有一个人来做最终决定。 所以最近TensorFlow Dev Summit非常成功, 过去几天中明显有很多新功能被加入和惊人的生态系统。 那么, 这些设计决策是如何做出的? 有没有一个集中式的决策流程还是更分散? 自然而然的, 我认为它有一些不同, 我想说, 我一直参与主要设计方向, 但有很多事情是分布式的, 有许多人驱动着我们的开放源码和API, Martin Rick就是其中之一, 还有其他一些人负责不同的部分。 去年我们定期进行设计审查, 花了很多时间对外开放, 增加透明度, 建立更多的流程, RFC, 特别兴趣小组等, 真正扩大那个社区, 壮大生态系统。 我认为, 这样的规模是不可能靠我一个人的决策者来实现的。 所以, 生态系统的发展, 可以谈一谈, 首先, 当我和安德鲁卡帕蒂一起开始时, 它在JS上首次出现时, 你可以在浏览器中训练神经网络, 这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 TensorFlow JS正在使着成为一种真正的方式, 无论是在后端还是前端, 然后是TensorFlow Extended, 就像你提到的, 有用于移动设备的SensorLight等等。 据我所知, 所有这些都朝着能够以相同的方式保存模型的方向收敛, 你可以在桌面上训练, 然后将其移动到移动设备等等。 这里的要点是协调性, 你可以告诉我我漏掉了什么, 关于正在建立的生态系统的总体任务和未来发展方向。 简而言之, 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让机器学习变得更加便捷, 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实现, 一方面是在研究领域, 推动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 另一方面则是提供更多算法支持, 我们开放圆满并支持各种API, 通过流程的规范化, RFC, 特别兴趣小组等方式扩大社区, 壮大生态系统。 我认为这样的规模不可能由一个人的决策者来实现, 因此需要建立更加协调的系统, 以便更方便的推广和应用机器学习技术, 我们让研究人员构建下一个惊人的东西。 最近Bird问世了, 你知道这很棒, 因为人们能够进行新的研究, 并且世界范围内发生了许多了不起的研究,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方向。 另一方面, 我们如何将这项研究推广到所有想要利用它进行伟大事业, 并集成构建真正产品, 以影响人们的人们群体中。 因此, 如果考虑另一个维度, 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疯狂数量的计算设备分布在全球各地。 我们通常认为机器学习和训练等是在工作站, 数据中心或云上进行的, 但我们也看到它在手机上运行, 也在非常小的芯片上运行。 因此, 我认为这个生态系统的意义在于如何让每个具有计算能力的设备都能够进行机器学习, 并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因此, 在某些方面, 这个生态系统已经涵盖了更多的领域, 并且我们在一些方面在不断地推动边界, 我们在一些领域建立了更多的工具和周边设施, 以帮助您进行机器学习。 我们最开始制作的第一个工具是TensorFlow支持库。 如果您只想学习训练方面的知识或TensorFlow扩展, 全面地进行机器学习管道, 如果你关心所有这些生产中的事情, 但是, 我们还要考虑到将机器学习应用于边缘计算, 不同类型的设备等方面, 现在不仅仅是我们, 还有很多库正在上面构建, 有些可能是为研究而开发的, 例如Pens Flow Agent, 某些由概率开始的算法等, 但也有一些是由生产人员部署或生产的, 有些来自谷歌内部的团队想要构建这些东西, 有些则来自外部, 因为社群中有许多不同部分关注的内容。 我认为, 我们的目标是使每个人都能够实现他们关心的事情, 当然, 我们不可能构建每个单一的东西, 但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人建立他们关心的事情, 并且还有一个更广泛的社区关心这些事情, 并且我们能够鼓励这种情况, 那真的很有帮助, 不仅有助于整个生态系统, 2.0的一个重点是如何使所有这些不同的部分彼此协作, 在这里有一些我们正在推动的关键部分, 其中一个是核心格式, 以及我们如何通过Save Model和Martin Slow Hub共享模型本身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 我们真的将其整合在一起。 当JS稍后出现时, 我非常怀疑, 因为它是第一个技术上非常困难的项目, 虽然作为一个独立的项目来说, 它并不难, 但作为一个融入生态系统的东西却非常难。 所以, 从技术角度来看, 这里有很多方面都需要克服的挑战, 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当一个东西看起来很容易时, 通常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但实际上有很多需要在幕后安排的东西, 例如, 我们面临着许多挑战, 包括如何让更多设备加入, 从硬件的角度来看, 如何使这些供应商轻松地与TensorFlow等进行集成等等。 因此, 在编译器等方面, 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 我们也可以通过改进我们的API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不仅仅是关于构建一个庞大的系统, 而是确保人们在其生产系统中仍然可以依赖TensorFlow。 你知道TensorFlow最初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仍然如此, 周围的工具也不那么多, 但核心仍然是相当大的一个整体, 我们在扩展时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通过清晰的接口将其拆分开来,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软件工程101, 但对于一个已经存在4年或更长时间且仍在快速发展甚至不会放缓的系统来说, 修改和拆分仍然很难, 正如人们所说的, 这就像在运行汽车的同时更换引擎, 或者像贾教授所说的那样, 这正是我们正在尝试做的, 因此, 这里有一个挑战, 因为TensorFlow受到许多人的关注, 并且在许多应用程序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也意味着你需要对先前的版本负责, 并确保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仍能正常工作, 因此, 当你试图创新时, 从零开始可能更容易, 但我认为仍然很重要保持向后兼容性, 因为深度学习的变化如此之快, 你可以学到一些教训, 但你能否重新开始呢? 这是一个棘手的平衡, 如果只是研究人员写一篇论文, 一年后就不会再看那段代码, 那当然没关系, 但有很多生产系统, 依赖于Google和全球各地的TensorFlow端口, 人们会担心这个问题, 这些系统运行时间很长, 所以保持兼容性是很重要的, 但是, 这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成本, 我们需要考虑很多事情, 例如新功能和修改, 我认为这是一个权衡, 你可能会放慢某些方面的进程, 但是, 由于它不仅仅是为了打破整体系统, 还要确保人们可以在生产系统中, 仍然依赖TensorFlow, 因此带来的总体价值更大, 昨天告诉一个人, 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 你不会被淘汰, 而且还有很多新人要加入, 我喜欢思考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 并且, 总是鼓励团队也这样思考, 当你想做些新颖的东西时, 你是要从一个干净的画布开始设计, 然后再想办法, 确保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运作, 我们确实偶尔会做出妥协, 但如果你没有从一个干净的画布开始设计, 并且不担心这些事情, 你永远不会达到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 即使你已经有了想法, 当你处于创意阶段的时候, 也要把这些放在脑后, 至于PyTorch, 很多学生和开发者问我意见, 我最近已经完全转换我的研究组使用TensorFlow, 我希望每个人都使用相同的东西, 而TensorFlow是我们可以接近的最佳选择, 但你喜欢竞争吗? TensorFlow在生态系统方面, 在用户数量, 动力生产水平等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很多研究人员现在也在使用PyTorch, 你喜欢这种竞争吗? 还是只关注让TensorFlow做到最好, 就像研究或任何人在做的事情一样, 获得不同种类的想法是很棒的, 当我们开始使用TensorFlow时, 也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重要的是, 我们也要考虑到生产环境, 而不仅仅是研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一些东西, 现在PyTorch也出现了, 并且说, 你知道吗? 我只关心研究, 这就是我试图做的事情, 我能为此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 他开始迭代并且说, 好吧, 我不需要担心草稿, 让我来运行吧, 我不在乎他的速度是否尽快, 但让我知道如何使这部分变得容易, 并且你从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他们曾经看到过之前发生了什么, 但也探索了某些不同种类的空间, 他们在那里有一些好的东西, 建立在以炼为力等之前的一些事情上, 所以, 竞争肯定是有趣的, 这让我们感到很有挑战性,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这是一个我们早就考虑过的领域,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已经重新考虑了几次, 我们应该再次加入这个领域, 直到某个时候我们说, 你知道吗, 这似乎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让我们再试一次, 最终我们开始推动急切执行, 我们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最终2.0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但是,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收集所有这些东西, 换句话说, 我认为, 急切执行是一件非常强大的事情, 如果没有PyTorch, 它不会被添加的那么快, 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很感激TensorFlow在过去几年中所做的工作, 它正在做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 我们没有谈到的其他事情是你在2.0中期待的东西, 它会让我们想起什么, 我们谈到了一些生态系统的问题, 使其易于使用Karisker执行,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方面让我们期待, 所以, 当我们想到更多的事情时, 它让我们能够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并且, 我们对此感到兴奋, 这让我们做好了准备, 这些非常干净的API清理了用户所需的表面, 它还使我们能够在幕后做很多事情, 2.0优化后, 我们可以通过图表等方式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流处理, 只需要花费时间调整正确的话, 就可以获得卓越的性能表现, 我们已经向众人证明了, 许多人都能够在使用API时得到这样的效果, 2.0版本是我们能够为你提供最好性能的版本, 我们清楚的知道, 大多数人会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操作, 因此, 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优化, 在单击和分布式应用程序方面, 让它更简洁, 并且可以胜任更多任务, 并且在未来版本中, 我们可以在幕后探索更多空间, 团队非常期待这一点, 总之, 我认为, 将单片式结构重新组合成更多模块化的形式, 对于那些想要构建东西的生态系统和组织很重要, 今天, TensorFlow在GitHub上有很多仓库, 其中一个核心仓库拥有TensorFlow, 执行引擎, CPU和GPU的关键后端, 以及可进行分布式处理, 所有这些都在一个库或二进制文件中一起运行, 很难将它们轻松地分开, 虽然有一些接口, 但它们并不十分清晰, 在完美的世界里, 你可以有清晰的接口, 在特定的集群上运行, 采用自定义网络方案等, 只需要实现它并完成相应的操作, 但是现在对于人们来说这很难, 我认为, 随着我们在一些领域中看到更有趣的事物, 干净的分离将真正开始有所帮助, TensorFlow是谷歌的深度学习框架, 已被下载了4100万次, 有大约1800位贡献者, 很多公司, 像百事可乐这样的企业都在使用它, 有些甚至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 社区的成长取决于多个因素, 包括它是否满足了当前需求, 以及深度学习本身的发展等, 同时, 倾听社区意见也很重要, 这可以帮助社区持续成长, 他们需要开放, 接受外部贡献,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确保我们能够接受这些贡献, 帮助他们添加合适的流程, 建立正确的社区, 并欢迎他们的加入, 过去一年, 我们在推动透明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因为对于一个开源项目来说, 透明度非常重要, 人们想知道事情的发展方向, 因此, 我们建立了RFC等流程, 并考虑了很多社区方面的问题, 这些方面在小项目时可能比较容易处理, 因为只有两个开发人员, 但是随着项目的成长, 需要增加更多的流程和考虑文档, 工具等问题, 一个让TensorFlow活起来的因素, 是人们在其上构建了一些酷炫实用的架构, 并将其分享在GitHub上, 这促进了TensorFlow社区的增长, 我有这样一个感觉, 随着2.0和1.0版本的划分, 类似Python2和3之间的分裂, 代码库中旧版本的TensorFlow可能无法很容易的兼容, 但我们非常有信心进行这种转换, 因为这是一件相对自然和容易的事情, 我们正在努力使其变得易于操作, 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工具, 在这种重大版本变更中, 总会存在一些风险, 而我们正在竭尽全力, 使过度非常顺畅, 在某种程度上, 人们想要转移, 他们看到了新事物的价值, 并不是只因为有了新东西, 就随便转移, 大多数人都希望获得一个真正好的东西, 我认为接下来几个月, 随着人们开始意识到价值, F&T可能指某公司会看到这种转变的发生, 所以我非常兴奋和自信, 我们会看到人们移动, 正如你之前说的, 这个领域也在快速发展, 所以这将有所帮助, 因为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你知道新的事情明显会发生到点X, 所以有很多好理由让人们去移动, 那么你觉得43.0是什么样子的?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如此疯狂, 甚至今年年底, 似乎不可能计划下来, 还是可以计划未来五年, 我认为这很棘手, 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预期, 比如改变, 是的, 改变会发生, 但有一些好的东西会留下来, 有一些不会留下来, 我认为深度学习的基础, 比如卷积模型或基本的东西, 在五年内, 可能仍然以某种形式存在, RLM GANs很可能会保持现状, 我们可能会有新的东西, 但这些很难预测, 有些方向性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就像我们现在一些项目中, 正在做到2.0, 将组合和执行引擎与图形结合起来, 使它更向你的自然编程语言, 你不是试图编写其他东西, 类似于Sulfer TensorFlow, 我们正在采取这种方法, 你能做一些循环语句, 所以, 一些这样的想法, 似乎是正确的方向, 在五年内, 我们希望在这个领域, 看到更多的东西, 另外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 硬件加速器会不会相同, 我们是否能够用四位训练, 而不是32位, 我认为, TPU方面正在探索这个问题, GPU已经升级到第三版, 似乎TPU和TensorFlow的演变, 几乎是相互协同的, 都从社区和应用程序中学习, 最大的好处在于, 让TensorFlow尽可能易于访问和使用, 对于初学者, 您认为它们最困难的是什么, 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像Karis一样提供Eager功能, 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 他们想要使用某个图像模型, 进行训练, 或转移学习, 无论它是incorporated option, Resnet还是其他的模型, 都不重要, 因此, 通过提供简单的模型, 如Hub, 来方便它们使用是很重要的, 我们正在推动不同层次的工作, 对于初学者, 我们为它们提供了已经压缩好的图层, 它们不用知道里面是什么, 只需要会使用即可, 下一步是开始了解图层并构建它们, 对于研究人员, 它们可能需要编写自定义图层, 我们通过提供预训练的模型, 来降低从开始到实现目标所需的时间, 这简化了初学者的操作流程, 让它们能够很快地在Club笔记本中达到所需目标, 除了以上这些, 我并不确定有哪些其他的痛点需要解决, 这些应该是比较大的问题, 现在看到很多高中生都在研究深度学习, 这无疑是令人惊叹的, 当他们长大后, 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将会来自他们, 因此, 尽管您的工作有技术方面, 也有管理方面, 作为TensorFlow负责人, 领导着众多开发人员和用户, 您寻找一个好团队需要注意哪些关键因素, 您认为, 谷歌一直是团队建设方面的先驱, 而TensorFlow则是世界上最前沿的技术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 您认为什么才是一个好团队, 这绝对是我认真思考过的问题, 我认为, 团队要能够很好的完成任务, 重要的一点是, 团队成员之间要有凝聚力, 能够协作执行任务, 在这个规模下, 单个工程师只能做有限的事情, 即使我们在谷歌和团队中拥有一些了不起的超级明星, 但我认为, 团队产生的产品远大于个人的贡献, 所以, 我们应该如何让所有人共同合作, 团队本身文化的培养非常重要, 招聘好的人很重要, 但不仅仅是为了让聪明的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还必须关心他们正在建造的东西, 并且必须有正确的动机和激励, 这通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最后, 我们如何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 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呢? 有时候, 这是一种混合的过程, 谷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家字底向上的组织, 尤其是在研究领域, 但随着我们变成一个更大的产品和生态系统, 我认为, 将字底向上的方法与混合结合起来也很重要, 这样, 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方向, 并进行一些探索, 但是, 我们要保持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而不是四面八方的乱状, 你是否有方法监测团队的健康状况, 就像判断是否对齐一样, 这有时候可能比较难以确定, 因为这不是二元的, 而是存在着紧张和复杂性等问题, 另一个访问网格的元素是超级巨星, 你知道, 在Google这样的公司, 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由个人超级巨星完成的, 有时, 这些超级巨星可能会对团队的动态产生影响和紧张, 这是一个问题, 我想在变化上可能会容易一些, 因为项目的使命非常美好, 而且处于前沿, 很令人兴奋, 你是否遇到过这方面的难题, 是否存在挑战, 总是会有各种挑战和人际关系的问题, 但我认为, 能找到关心事情并且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很好的, Google具有这样的特点, 此外, 由于该项目涉及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 人们有很多机会去做不同的事情和成长, 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容易一些, 这也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工作来调整自己的位置, 但我们确实非常关心超级巨星和他们必须与Google内部的团队协作的很好, 很有意思, 这意味着超级巨星的生产力取决于整个团队, 在雇佣工程师方面, 招聘过程很有趣, 你会寻找什么, 如何从短短几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交流中确定一个好的开发人员或团队成员, 没有什么神奇的答案, 但Google在过去的20年中逐步完善了招聘流程, 除了核心技术技能, 他们对工作的动机以及愿景的重视与团队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这些不匹配, 会有问题, 你想要走的道路不会带来长期的成功,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团队都是如此, 我认为这对越来越高级的人越重要, 但也同样重要的是, 每个级别的人员, 即使是最初入职的工程师, 如果他们没有动力去做好他们所尝试的事情, 无论他们多聪明都很难取得成功, Google招聘流程强调的一个方面就是热情, 因此,在试图确定认职者的技能水平之初, Google招聘流程似乎有助于确定你的解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是否优秀, 但我不确定, 因为他们似乎也需要确定该人是否内心充满激情, 燃烧着做任何事情的火焰, 这是否最终会在与您进行面谈或接近销售时出现, 我不确定, 我们招聘流程中的一部分包括文化适应性, 除了评估技术技能外, 每位工程师或面试官还应就文化极其与Google的融合程度对候选人进行评分, 因此, 这肯定是招聘流程的一部分, 不同的项目和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文化需求, 所以可能会有差异, 是的, 这种差异会有所变化, 例如, TensorFlow项目一直是一个快速推进的项目, 我们希望招聘那些适应这种快节奏的人, 但与此同时,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全面的产品阶段, 我们希望确保事情真正可行, 不能总是走捷径, 因此, 在平衡这个问题上, 找到适合这些岗位的人非常重要, 对于Google的不同项目, 团队和产品领域, 这些事情会有所不同, 因此, 你会看到一些差异, 这段内容讲的是在工程卓越和企业文化之间保持平衡的重要性, 同时介绍了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和在做出决策时需要权衡的因素, 有时候, 必须在速度和完美之间取得平衡, 有时候需要考虑如何将社区和团队融合在一起, 有时候需要拒绝某些事情, 对于截止日期, 但需要平衡好工作进度和产出质量, TensorFlow发布2.0Alpha版本时也面临着实现压力, 但团队很好的应对了挑战并成功发布了版本, 我们尽量不设定人为的截止日期, 而是专注于重要的关键事项, 找出哪些事情有多重要, 我们在公开开发, 内部和外部的所有内容都可以被任何人使用, 因此, 您可以查看进展情况, 我们按照固定的节奏发布版本, 如果某些东西没有在这个月完成, 那么, 它将在下一个版本中完成, 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我们希望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 尽可能快的向前移动, 因为我们可以迭代和改进一些东西, 有时候, 发布未完全准备好的东西也是可以的, 只要确保清楚的让人们知道, 这是实验性的, 但如果您想尝试并提供反馈, 那会非常有用, 我认为, 快速的循环和迭代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通常关注的, 而不是设定期限, 然后, 其他所有东西都由此而来, 现在的重点是, 是否有压力使它稳定, 或者例如, Wordpress 5.0刚刚发布了它, 没有压力虽然为交付而累积了很多日期, 但很晚, 但他们说好的, 我们会迅速发布很多更新来改善它, 您是否认为, Tesla Photo 2.0也是这样的, 还是有压力, 一旦它达到2.0, 一旦到了发布候选版本, 然后到达最终版, 那就是稳定的东西, 所以, 就像不会暴露每个API一样, 它会保持运作,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不能在幕后更改事物, 也不意味着, 我们不能添加新的东西, 因此,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而且, Vircon, 您是否有更多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 当我们发布这个东西时, 我认为, 两个月内, 我们不可能完成所有工作, 我不知道您是否可以说出来, 但是TensorFlow 2.0, 是否有内部绝对期限, 或人为期限设定, 或者只是等到准备好了, 再发布, 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很棒的产品,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TensorFlow已经存在了, 我们下载量, 已经有4100万次, 所以并不是说, 你必须拥有它, 是的, 确实如此, 因此, 我们不必急于, 将我们正在精心打磨和组合的许多特性发布出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想要做的正确, 并真正专注于这一点, 话虽如此, 我们已经表示, 我们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 也就是下一个季度推出这个产品, 我们会尽可能地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我的最爱那句话是, 春天是相对的, 像一个真正的开发者一样说话, 你以前的工作经验中,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在谷歌上负责搜索广告团队,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其他层面, 他们最好的广告连接人们需要和想要的东西, 而最糟糕的广告则只会让你恼火, 甚至影响你的用户体验, 因此,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不好的声誉, 同时, 将用户连接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是机器学习发挥作用的绝佳机会, 因为有大量的个性化数据, 您可以将它们映射到他们实际需要的东西, 而不会让用户感到恼怒, 那么, 你从谷歌这方面领先世界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 你认为广告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回到你的问题, 虽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但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 我认为, 搜索广告一直被视为搜索正在尝试完成的工作的扩展, 其目标是使信息和单词信息易于获取, 它不仅仅是信息, 还可能是产品或服务, 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不断努力, 继续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来推进广告的未来发展, 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你知道人们关心的其他事情, 因此, 与用户需求保持一致非常重要, 在搜索广告中, 有一个最低质量级别, 如果广告没有达到该质量级别, 则不会显示, 即使我们有这样的广告也是如此, 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失去一些钱, 但这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广告是一个关键部分, 它作为一种模式, 对于网络来说并不是一个新模式, 它已经被应用于搜索和世界上许多其他搜索引擎中, 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好的广告和另用户感到有价值的广告之间取得平衡, 同时, 为服务提供商提供货币化, 广告是一种显著的收入流, 因为它是网络中最令人兴奋, 但也最具限制性的事情之一, 人们不想为任何东西付款, 广告本身如果做得好就不会很烦人, 而是真正有用, 你认为广告模式会继续提供资金支持, 像谷歌这样的企业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混合的过程, 要在互联网上全部付费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甚至不可能, 我认为仍然会有一些通过广告获得货币化的事情存在, 但也会有类似于Netflix的模式, 极需要为内容付费, 在过去几年中, 我会说我们确实看到了网络上向更多付费服务转变的趋势, 人们愿意为他们付费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价值, Netflix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还有YouTube推出一些人们需要付费的应用程式, 我发现更多的人愿意为报纸内容, 网络新闻网站等付费, 而在几年前, 这并不是这样的情况, 我自己也看到了这种变化, 周围的人也是如此, 因此, 我对这种模式的变化感到非常乐观, 或许未来会形成一种混合模式, 你可以免费试用, 也可以通过更明确的收益模式来获得服务, 所以谈到收益, 一个人如何可以免费使用TPU和Google通话应用程式呢? 我想问题是关于TensorFlow的未来, 它将如何赋能, 例如由麻省理工学院组成的300名学生的教师班级, 并承担起繁重的作业流, 他们将如何训练这些网络, 这个未来在使用TPU和云服务方面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认为有一些事情, 任何TensorFlow开源的代码, 你可以在你的桌面上运行它, 你的桌面总是变得更加强大, 所以也许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我的手机比我第一台桌面电脑强大多了, 可能可以在手机上进行训练, 就是这样, 因此你手头的能力在不断提高, 云服务对于学生或课程来说实际上非常有趣, 因为它们使入门非常容易, Collab的优点是, 你只需访问网站就可运行, 无需安装, 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你自己去做, 如果一切正常, 这确实是云计算的力量, 因此我认为它会继续增长, Collab是一个免费的服务, 很适合初学者尝试, 探索和研究, 你知道免费的服务只能得到有限的UV,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免费和付费的服务是不同的, 你可以支付一些费用获得更好的服务, 对于完全的初学者, 如果想学习机器学习, 应该怎么做呢? 可能最好先去我们的网站, 开始尝试一下, 有很多测试和实验可以进行, 也可以查看我们的教程和指南, 这些都可以直接点击进入, 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 非常方便, 祝你好运, 谢谢你的询问。 感谢观看